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是说有代表一些变数来讲的话 其实来讲所有资金可能会回得到美国 那台股的话可能会这个因素会不会撤出资金到回得到美国去 那必须要看未来台积电大力光这些全职股 如果有大跌的情况发生的话 基本上来讲它至今可能会外移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那由于今天来讲的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盘的走势 大盘今天来讲的话算是一个开高走低的一个十字变盘线 不过来讲的话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做一个狭浮性的震荡 基本上来讲的话它如果能够走在这边的话 以时间换取空间它未来要过9200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那不排除如果说明天如果开低往下走的时候 如果跌过这个点的话 这个ABC转折结束也是有可能做一个修正结束 才有机会再往上去做脉动 其实基本上来讲现在的盘式来讲的话 这个阻力一定要将这个盘控在这边 不能让它有任何不对的情况发生 毕竟来讲它其货的未必产量这么大的口数 它不可能让盘式有机会大跌的机会 既然能够让这个盘稳住的话 或许对它的外它的操作方面来讲的话 会比较有安全性的 那在国际计论址旁边来讲的话 盘同指数昨天下跌了48点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还是在这边的一个乡情的震荡 基本上来讲乡情震荡 大概只能是逢高去卖逢兵去买 这样做一个操作而已 基本上来讲它幅度不会很大 因为其实来讲 美国也是等到讯息面发生的时候 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时候 这样会比较清晰 它现在只是做乡情的震荡而已 在大股市方面来讲的话 之前跟大家讲了 它有一个坠子在3041左右 这两个长红棒是非常重要的支撑点位 这两个支撑点位来讲的话 这个低点没有被跌破的话 基本上来讲它拉回来 它拉回来未来如果一个红棒往上涨了之后 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带身它的走势 往上去做一个弹身的动作 上面压力非常非常大 跟大家分享过了 在这一个大的相近区间里面 它只是做一个区间的整理而已 不过现在讲话 刚开始这两根红黑棒的低点 第一根红黑棒的低点 如果不来跌破的话 你说未来没有再破3000的话 守住3000以上的话 它就有机会慢慢的去做上弓的动作 这边来讲的话 它只是拉回来做一个修正式的整理而已 春季盘次来讲的话 大家抱怨了一个热身的股票 也就是说白子干头日商在收购之后面有一个问题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大部分来讲的话 收购了我们国家的股票的话 必须它有一个价位性 那当然它收购价是 这边来讲的话是128块钱 不过来讲的话 这边都没有超过128块以上 表示这个时候的收购价位是有问题的 很多投资朋友都会听消息一面 将你的股票送 期待它它会涨到128块 不过基本上来讲 在它涨升的过程之中 其实来讲 如果有收购的话 不应该发生这种的现行图 如果以汉维科来讲的话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汉维科AAS美罗公司 即将要收购它 收购要到1400块以上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都符合跳风以后 在1370块里面 做一个侠幅的震荡 它就是完成了一个收购的定清碗 也就是说 当提出了一个收购条件的时候 它就会在一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震荡 通常它的震幅不会很大 因为就是要让投资人 将它股票卖给员工师 然后有收购的作用性 然后以华雅科来讲 也是一样 当时美国要收购的时候 以上是块收购 它在29.5块钱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方里面 收购的价格就在浮了 它收购价的以下一点点 让投资人卖给它 基本上来讲 收购比较成功的案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是非常非常明显 它会在一个区间里面做震荡 然后就没有很大的一个震幅了 那以3662 热身来讲的话 其实来讲 它以收购价 譬如说它发表在100多块以后 128块要收购 它应该跳到128块以后 这边来讲的话 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动作了 当如何它的K线 如果还是这样震荡非常大的话 你就要怀疑说 这家公司是不是会有收购的 不收购的嫌疑 所以基本上来讲 听很多消息面的投资朋友 应该很容易 当股票做得不是很漂亮 因为你会听消息面 期待它在128块以下里面 它会买回去 不过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一直跟大家讲 消息面是不太可靠的 当你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论任何时候 它如果涨到128块以下钱 正面做霞虎震荡 它可能收购就会成功 当没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它在110块里面 然后又跌到大概100块 然后又涨到110块 其实来讲 它的收购根本不是很完整 表示说 它收购可能是有问题的 你就不会遇到这个 从110块再跌到70块 今天做跌停的动作 这个非常非常的小心 所以来讲的话 不是所有的收购 都会有成功的时候 相信自己的眼睛 相信市场给你的判断力 所以如果如何 从市场去判断力的话 这可能要需要一点学习心 不过来讲的话 看图就大概知道说 它这个感觉就是 有点异常的分析现象 在台积键来讲的话 由于跟大家讲 台积键是外资控盘主 目标下 它如果还没有 很大的跌幅的时候 基本上台股都维持一个 比较多头的涨势 因为比较多头涨势的话 它才能来这边来讲话 逢高震高去出货 所以基本上台积键没有任何败相 这点台股 基本上要出现败相的机会可能性不大 上次跟大家讲过了 3293游戏系列股 形象也是属于空头的股票 而且我一直跟大家来介绍 从210块以下 开始介绍 一直跌 一直跌 终于昨天跌破了200块 所以基本上想听我节目来讲的话 我就跟你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属于空头式的股票来讲话 一段一段去做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最大的赚幅 虽然它之前有回补的作用 不过它还是趋势向下 像这种供息的话 只要它反弹上去 再涨不上去 再往下跌的时候 就是你最好的放空表地 638胜利也是一样的意思 它也是属于一个空头型的股票 空头型股票来往 它已经快接近了一个区间里面 直接要可能会有下跌的时候 下跌的时候 可能它的跌幅会比较快一点 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以设这个相形区间的高点 作为你的停损点 也就是说 当你放空一只股票的时候 你要先设好你的停损点 它往下跌的时候 就是你最大的获利空间 宏达电也是一样的意思 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在110块以上的时候 跟大家讲 如果它涨不上去的时候 就要放空 果不其然在100块的时候 它就涨不上去了 这边来讲就是你最好的放空点 它就自然而然的跌到了80块 未来如果它走空头走势的话 基本上来讲 它反弹上去 涨不上去的时候 还是你的放空标的 基本上来讲 它如果未来走空的话 所有的反弹 都是属于空方的机会 会比较大一点 曾经跟大家讲的337是精彩 虽然它股价表现的不如很精彩 不过它是属于低档型的股票 由上涨的空间 上涨的空间慢慢的带动 基本上来讲 第一个目标价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它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价以后 它往下拉回来亮说 又往上走的时候 可能也是你的获利空间 这种多头型的股票来讲的话 其实来讲 它只是在于低档的慢慢垫高而已 它不会有很大的一个飙升作用 跟大家分享过了 上次跟大家报过的中向也是一样 第一档 刚刚跟大家分享过 一开始往上去做冲高的动作 基本上来讲 冲高以后 如果未来还能够持续 突破这边拉回的时候 可能就要做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拉回 所以在低档型的股票 能够慢慢的垫高的话 或许就投资会有 比较好的标的物 在G1也是一样 3596的G1也是属于 多头方面的拉回 只要它能够拉回来 在往上涨的时候 就是你的比较好的标的物 除了这样来讲的话 如果长期走多的股票 它自然而然的 涨多了就会拉回 涨多了会拉回 涨多了拉回 在往上走的时候 也就是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报告 谢谢大家收看 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刑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